大家好 什么样的植物才配得上五千万的别墅 前段时间我发了一个视频 分享一种绝类植物观音座 有位网友他看到了之后呢 就联系我 说他刚买了一栋五千万的别墅 想在那个院子里面种一些花花草草的 因为他以前到农村系下乡的时候 就吃过这种观音座 而且这观音座就长得很好看 所以他觉得种这个观音座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那今天我就在此拉到山上啊 给他挖一棵 已经找到了 我们先去看一下 这一棵观音座呢 有两个组织干 长得也是特别好看啊 然后这个织干上面的这种小疙瘩也很明显 把这一棵挖给他应该会满意吧 在挖这棵植物之前呢 跟朋友们先说明一下啊 这一点非常重要 这种绝类植物 它叫观音座绝 它不是金毛狗绝 也不是沙罗 虽然说跟那个沙罗长得很像啊 所以啊 它不是国家保护植物 以后朋友们如果发现这种植物呢 也要懂得去分辨它啊 金毛狗绝跟沙罗 都是国家保护植物 是不可以挖採的 但是这种观音座绝 它不是国家保护植物 现在就可以来去挖掘它 好动手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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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把它挖出来了 因为它长的地方很多石头 很多树根 交错复杂 然后我们为了要保护这个根系 所以一定要小心慢慢的挖 这样是特别费时间的 好先放下来给朋友们展示一下 现在挖出来以后啊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叶片呢小一点 这个树枝要大一些 然后 挖出来之后呢就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啊 它的底部看到没有 像鎧甲一样的 像那个观音的底座 所以才叫它这个观音座啊 留了这么多的根 而且有这么长 肯定可以种的活的 这个毫无疑问的 现在挖出来之后 朋友们可以看得干清楚一点 真的是非常漂亮 找我要这棵植物的这位网友啊 已经六十岁了 他跟我说年轻的时候 到农村去下乡啊 没有粮食就吃过这个观音座的底部 印象非常的深刻 这么多年过去了啊 再次看到这个植物呢 不知道它做何感想 但是我现在也有个问题 就是这个植物 我要怎么样来去发给它 这个要好好想一下 视频箱的网友 你们有什么好的方法啊 可以把这棵植物发出去 也可以在屏幕下方留言 分享一下 好了 今天视频就拍到这里 再见